东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增值税法 在这一讲我们一起要学习的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应纳税额的计算 我们已经发现在标题旁边我打了三个星 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历年CPA税法考试命题的重点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应纳税额计算的基本公式 应纳税额就等于当期的销项税额减当期的进项税额 这个公式中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都是我们在之前的几讲中给大家强调过了 我们已经学过了 那么在这一讲中我们着重去突破这个公式中 以前没有讲过的比如说当期销项税 当期是什么意思 当期进项税这个当期又是什么意思 而应纳税额我们拿当期销项税额减当期进项税额减出来的这个结果 可能有哪些情形 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计税的公式展开 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内容做一下简要的复习 再看我们本讲要突破的内容 之前呢给我们考生已经讲到过了 当期销项税额中这个销项税额是用销售额乘税率计算出来的 而这个销售额呢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是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就需要呢做价税分离 除一加税率做价税分离 而当期进项税额 这个进项税呢 有准于抵扣的进项税 与不准于抵扣进项税之分 准于抵扣的进项税呢 又分为评票抵扣和计算抵扣这两大类 评票抵扣 我们之前也讲过 凭着四类票 那么这四大类票呢 又有当期可抵和分次可抵 这样两类之分 其中分次去抵扣进项税呢 涉及到的是盈改增以后的不动产和不动产再建工程 而计算抵扣进项税呢 在盈改增以后涉及到了两类 一类是我们传统的收购农产品 还有一类呢 是收费公路通行费 收购农产品和收费公路通行费呢 在计算抵扣进项税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是当期计算的 但是呢 收购农产品中啊 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改革试点 是10号扣税的 就是涉及到液体乳 乳制品 酒机酒精植物油 这一类产品生产的这样的企业 他们收购农产品呢 采用的是10号扣税 而不准于抵扣进项税呢 又分为当期就不济 和已经济过进项税以后 再做转出 这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内容 我们现在理一下思路 那么在这个大的公式中呢 我们没有讲过 这两个当期 也没有去强调 因纳税额计算出来的结果情况 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大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因纳税额 如果是正数的话 就是正常的 我们应该向税务机关 去缴纳的增值税 如果出现的是负数的话 我们称之为留底税额 留底税额顾名思义 就是留着留到下一期 和下一期的进项税一起 与下一期的销项税去抵 下面呢 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计税公式中的一些要素 我们进一步加以说明 就是计算因纳税额的时间限定 第一呢 就是关于当期销项税额的当期 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和增值税发票开具 这个实现是相呼应的 我们后续呢 专门有一节内容 关联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 发票管理等等 那么在后续内容中 就有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实际上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它体现的就是关于 当期销项税额中的这个当期 而且这个当期也和什么时间 去对外开具增值税这种发票呢 有一切的关联度 第二就是关于当期进项税的当期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概念 有必备的条件 我国现行增值税呢 可以当期抵扣 进项税呢 有三类实施方法 一类呢就是购进扣税法 我购进了 我评票抵扣 或者购进了计算抵扣 购进扣税法 还有一类呢 是银改增以后出现的 分次扣税法 那不动产 不动产再建工程 它分两次来扣税 还有呢 是核定扣税法 就是液体乳乳制品 酒机酒精植物油 我们前面说的 核定扣税是点的 涉及到核定扣税法 在增值税 进项税额抵扣的 三类实施方法中 购进扣税法 是我国目前增值税 进项税额抵扣的 最基本的方法 购进扣税法呢 它要求在规定的实现内 对取得的增值税的 进项税发票进行认证 经过认证的发票 税额就可以进行抵扣了 当然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的 情形除外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看一下 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以及应改增以后啊 咱们增值税 专用发票认证的 最基本的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呢 他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 所开具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应该在开具之日起的180日内 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 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抵扣进项税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呢 是我们应改增值前就有的 一个老的政策 说的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呢 他如果拿到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或者呢 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他有一个规定的认证期限 是开具之日起180日内 注意呢 他不是取得之日起 是开具之日起180日内 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 其实呢 咱们现阶段这个政策 变化特别大 用不着那时人拿着增值税专票 跑到税务机关去认证了 咱们现阶段在网上都可以办认证 在这里呢 还体现出 就是在认证通过的 次月的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抵扣进项税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说的不是说 当月认证 次月抵扣 他实际上说的是 当月认证 当月抵扣 在次月申报期内 向税务机关报告 你抵扣过的 这个进项税的抵扣情况 自2016年的3月1日起 对纳税信用等级A级的 增值税一般大事人 就取消了增值税的发票认证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就关于增值税发票认证的 这个政策呢 现实中呢 变化非常大 那在这里我们看 信用等级A级的 增值税一般大事人 不用去做增值税发票认证 不用走这个手续 自2016年的5月1日起呢 对纳税信用等级B级的 增值税一般大事人 取得销售方 使用新系统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可以不再进行扫描认证 登陆本省增值税发票查询平台 查询选择用于申报抵扣 或者出口退税的 增税发票信息 没有查询到相应信息的 你就不能随便抵了 没查询到的 要进行扫描认证 查询到了 就不用做这个扫描认证了 我们教材中所收录的这部分内容 还不算是最新的 我们最近这一个月之内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 又出现新政策了 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的规则 在现实中的变化非常大 因此呢 在今年我们大家复习备考的时候 就这部分内容 我觉得了解即可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政策变化太快了 而且呢 它又和管理相关 和管理相关的 没有必要去考旧的东西 所以呢 对这部分内容 了解一下即可 接着 2013年7月1日起 增值税一般大学人进口货物 取得属于增值税扣税范围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中用缴款书 需要经过税务机关的 集合比对相符后 其增值税额才能够作为进向税 再销向税额中抵扣 所以呢 如果是我们进口货物取得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要想把缴款书上的这个税额作为 进向税序抵扣的话 要经过税务机关的集合比对 因为税务机关和海关是两个系统 他们需要呢 去比对一下 纳税人进口货物取得属于增值税 扣税凭证范围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应当自开拒之日起180天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 抵扣清单电子数据 申请集合比对 如果预期他没有申请的 那这张缴款书上的进向税就不予抵扣了 所以关于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也有一个开拒之日起180天内 向税务机关要求申请集合比对 那么在这里呢 就有一个问题 需要我们考生呢要注意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和二 在谈到增值税进向税和抵扣的时候 都有一个当期规定的这个实现 什么时间你要申请去抵扣 那假定呢 纳税人他没有能够按期去申报抵扣增值税进向税 他这个扣税凭证 他没有做出相应的申请 该如何处理呢 这部分内容呢是以前考过的内容 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非因客观原因 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到市务机关办理认证 申报抵扣或者申请集合比对的 他取得的票证就不能作为合法的增值税的扣税凭证 不得抵扣进向税了 但是呢如果他是属于发生了真实交易 而且是客观原因的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是非客观原因 大家注意这个非字 下面说的如果是客观原因 导致的纳税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到市务机关 去认证申报抵扣申请集合比对的 经主管市务机关审核 允许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 其进向税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归纳了一句话 也就是增值税中发票的抵扣是有期限限定的 但是如果你是客观原因的 可以呢超期抵扣 不是客观原因的 不允许超期抵扣 下面呢 我就用以往年度考过的一个真题 带一下这部分考点 什么属于客观原因呢 我们看2015年考过这么一个多选题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由于客观原因 造成增值税扣税凭证预期的 经主管市务机关审核 允许继续抵扣进向税 其客观原因 包括哪些呢 给了你四个选项 让我们进行多项选择 选项A 社会突发事件 大家想想社会突发事件 不是我们单位自身原因造成的 这个要选自然灾害 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来个泥石流 然后把我们的办公室都给冲了 结果我们好多票据都找不着了 纳税人开户银行信息系统 网络故障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不属于税务机关认可的客观原因 选项D 有关司法机关 在办理业务或检查中 扣押封存纳税人的账簿资料 账簿资料都被司法机关给封存了 那我有的票据 我想让税务机关集合比对 我也拿不过来 这个属于客观原因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用这个题 带这个考点 就是纳税人发生真实交易 且属于客观原因的 经主管事务机关的审核呢 允许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 金项税 这里的客观原因包括 以下类型 自然灾害 社会突发事件 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增值税 扣税凭证 为按期申报抵扣 再有就是有关司法行政机关 在办理业务或检查中 扣押封存纳税人的账簿资料 导致纳税人不能够按期办理申报手续 另外是税务机关的信息系统网络故障 导致纳税人 没有能够及时取得认证结果通知 或者集合结果通知书 没有能够及时办理申报抵扣 大家注意 这里的信息系统网络故障 说的是税务机关 而咱们刚才那个题说的是银行 所以很明显的就不能选 接着 由于企业办税人员的死亡 突发危重疾病 或者擅自离职 未能办理交接手续 导致未能按期申报抵扣 这个呢也属于客观原因 另外呢是一个兜底条款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个呢要等总局明确 哪些放在这里 好那么这一部分啊 就是什么是属于客观原因 导致纳税人不能够按期 去申报抵扣的客观原因 给大家列示了一下 接下来呢 这一部分内容中 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计算规则 是和净向税相关的 第一个呢 是净向税额不足抵扣的税务处理 形成流底税额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应纳税额 我们需要用当期肖向税减 当期净向税 如果减出来的结果是正数 就是应纳税额 减出来的结果是负数 也就是当期净向税 大于肖向税了 减出结果是负数肖向税呢 它去抵净向税啊 净向税太大了 不足抵扣的部分 就形成了流底税额 这个流底税额呢 是流着流到下一期 和下一期的净向税 一起与下一期的肖向税去抵 截转下一期 继续抵扣 在这儿我必须要强调 增值税之所以 能够出现流底税额 肖向减进向减出负数 和我们国家增值税的 购进扣税法 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咱们购进扣税法 我买了原材料 或者我买了无形资产 我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了 咱们现在A类企业都不用做认证了 我这个进向税就去抵了 还有一些企业呢 它需要做认证 然后呢 进向税才能够抵扣 但是我买了这些原材料也好 无形资产也好 我可能还没有投入生产的 我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 还没有销售呢 也就是说 可能还没有完整的形成 销向税额呢 但是我的进向税已经可以抵抠了 这样就会带来增值税 销向税减进向税 减完了以后出现负数 讲到这里 我特别提醒大家 当期应纳税额出现负数 属于正常现象 也就是我们国家 购进扣税法 它会带来这种现象 因此 增值税应纳税额出现负数 不仅仅是出口原因造成的 我后面这句话 是为了给我们同学 今后学习出口退税 打基础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企业 纯内销 当期应纳税额 也是可能出现负数 因为购进扣税法 因此我们后面 在学增值税出口退税的时候 当我们计算出来 当期应纳税额是负数的时候 你不能说这负数 肯定是出口造成的 要给它出口退税 不能这么去说 你必须还要用其他的计算 去佐证这个负数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好 我们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第二个特殊的规则呢 是扣减当期进向税额的规定 这组规则呢 涉及到了几个方面 首先呢 就是一般纳税人 因进货退回和折让 而从销售方收回的增值税额 因从发生进货退回或折让 当期的进向税额中 扣减 有的同学说 我看这个怎么跟添书似的 什么意思呢 我首先给大家归纳一下 再举例说明 这段话呢 如果我们归纳一下 它的含义就是 退货扣减 不追溯 举例而言 假定呢 A企业是销售方 B企业呢 是购买方 在二月份的时候 A企业把一批货物 卖给了B企业 B企业二月份买入的时候呢 他可能呢 还没有投入生产和使用 结果呢 他在使用过程中 发现呢 有问题 要求呢 全盘退货 现在四月份 B企业就把之前购入的货物 退还给A企业 给我退货了 你给我退款 那在这里就出现了 纳税人进货退回 进货退回 从销售方A企业角度来看 他必须呢 要扣减 他的销售额和销项税 等于他卖的这东西 最后退回来了 销售没有最终的实现嘛 所以呢 他要扣减 他的销售额和销项税 而B企业呢 也必须要扣减 他的进项税 因为二月份 他买的时候 很可能拿到了增值税的专票 他就抵进项了嘛 那现在他退货了 原来抵过的进项 不能抵了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这个规则 说 他的进项税啊 你原来寄过 现在不该寄了 你原来的进项税就寄多了 寄多了 你就应该减少它呀 因从发生进货退回 我折让当期的进项税额 去扣减 说的呢 是在四月份 你不用追溯到二月份 我去扣减二月的进项 而是呢 购买方去扣减四月份 这个进项 在这个账面上去记录 那么销售方也是在四月份 去冲底它的销售额和销项税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 是退货扣减不追溯 第二呢 是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 与商品的销售量销售额挂钩的 比如说 按照一定的比例 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 均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 去充减当期的增值税的进项 这个政策呢 我们之前是讲过的 也举过例题 那在这儿呢 是带有复习性质 提醒大家呢 平销返利 充进项 第三呢 就是购进货物 劳务等等啊 如果事先的没有确定 是用于不该抵扣 进项税项目的 就是我们原来买的时候 认为我就是用于生产经营的 是可以抵扣进项的 也确实已经抵扣了进项 但是后来 发生了用途变化 不该抵进项了 应该将购进货物 应税劳务的进项税呢 从当期的进项税中扣减 这个当期说的就是 它的行为发生变化的 不该抵扣进项税的 这个当期来进行扣减 也不是说追溯到以前去扣啊 那无法准确确定 这个进项税的 要按照当期的实际成本计算 应扣减的进项税 也就是扣减的时候 你看发票上 是不是有直接的注明 如果呢 你不能直接的去发现 不该抵扣的这个进项的 需要按成本呢 去计算 这个计算呢 之前给大家也讲过例题了 就是做进项税转出 怎么去转 所以呢 在这儿给大家归纳的 就是不抵改变 当期转 就不该抵扣了 你发生这样的变化了 当期呢 要做进项税额转出 第三呢 是一般纳税人注销时 存货和留底税额的处理 在这里呢 给大家列了两个规则 之所以呢 一起列在这儿 是让我们考生的 能够变细对比去把握 首先第一个政策呢 就是我们一般情形之下的 一般纳税人注销 或者呢 被取消了辅导期 一般纳税人的资格 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所以在这说的 两层含义 一个是他注销了 他不存在了 还有一个呢 他原来是辅导期一般纳税人 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呢 是可进步不可退步的 你如果是正式的一般纳税人 你不能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但是在这里呢 在辅导期内 最终呢 不合格 如果能够允许他 转回小规模纳税人的 其存货 不做进项税额 转出处理 其留底税额 也不予以退税 那么 这段话的意思呢 我给大家归纳的 叫一般注销 不问进项与流底 就一般情况下 你企业注销了 或者一般纳税人退步 成为小规模纳税人了 不再去考虑 你的进项和流底 你原来的进项 我不追你 原来流底 我也不会给你补偿 所以呢 不问进项与流底 但是下面这个自然段 说的呢 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 我们之前呢 也给大家介绍过 曾志士一般纳税人 在资产重组过程中 将全部资产负债 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也就是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他被重组了 他的资产负债和劳动力大包一块 转让给其他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新的纳税人那儿了 并且按照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 他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 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可以截转到新的纳税人那儿呢 去继续抵扣 所以在这儿呢 给大家归纳呢 叫做全盘重组 携带进项 全盘重组他把进项税就带走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税收债务问题 你既然资产负债劳动力 全给了那个新的纳税人 进项实际上呢 对于政府来说 属于税收债务 对纳税人来说 他是一个债权 就全盘的 全带到新的纳税人那里 全盘重组 携带进项 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计算呢 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例题 通过这个例题呢 我们先来适应一下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计算的基本方法 首先呢 看一个单选 某农机生产企业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2017年的2月 该企业向各地农机销售公司 销售农机整机 我们大家呢 要注意读题的时候 一看农机整机 适用于增值税低税率 由于呢 这个业务发生在2017年的2月 所以呢 销售农机整机 适用的增值税的税率是13% 7月1号以后 就改11%了 但是呢 我们教材中 并没有收录 7月1号以后的政策 考哪门课 看哪本书 那我们就知道 2017年2月 销售农机整机 增值税率13%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不含税金额500万元 向各地农机修配站 销售农机零配价 在这儿不是整机了 是零配价 农机的零配价 适用增值税的税率 是17% 它取得含税收入90万元 由于是含税收入计税的时候 我们要做价税分离 购尽钢材等材料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增值税税额59.5万元 在这儿呢 有镜像了 购尽材料和销售货物过程中 取得的货物运输业 一般纳神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运费金额3万元 那运费的镜像税 我们也能够计算出来 是3万乘11%吗 取得的发票 均已在当月通过主管事务机关的认证 并申报抵扣 该企业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我们需要呢 用销像税减进项税来计算 同时这个题目呢 也展现出 一般纳市人在计税的时候 你要注意 纳市人不同的征税项目 适用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这个题目而言 农机整机 我们刚才说了 在2017年2月的时候 适用的是13%的税率 农机的零配件呢 适用的是17%的税率 当期的销项税额呢 我们就要用农机整机 它给你的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啊 是500万乘13% 而零配件题目中给你是含税的 你要做价税分离 除一加17%再乘17% 算出当期销项 而当期的进项 一个呢 购买钢材等等 59.5万元 还有一个呢 是拿到一般纳市人开具的 运输费的发票上 运费3万 那增值税率11%的 这样进项税我们也算出来了 销项减进项 算出计算结果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看 和增值税计算有关的 一个单选题 因为呢 增值税计算呢 我们大家要特别关注 不同征税项目 它可能对应不同的税率 甚至于不同的征免规则 在这里我们看 某航空公司 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并具有国际运输经营资质 2014年的6月 购进飞机的备件 取得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650万元 税额110.5万元 因为它是航空运输公司 它买这个飞机配件 取得增税征用发票 镜像税是可以抵扣的 开展航空服务 开具普通发票 取得含税收入 包括国内运输收入 1387.5万元 那这个 就这个企业来说呀 1387.5万元 是要计算它的销项税的 怎么计算呢 做价税分离 除一加11% 再乘11% 因为这是国内运输收入 是属于应税收入 属于航空运输服务 国际运输收入 288.6万元 这288.6万元 因为它涉及到 是国际运输服务 它适用的是零税率 飞机清洗消毒收入 是127.2万元 飞机清洗消毒 它不属于运输服 而属于呢 物流辅助服务里面 那个航空地面服务 适用的税率不是11%了 是6% 那么这个公司 6月应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这是2014年考过的一个真题 就是考核我们大家 对增值税的不同征税项目 对应不同的税率 以及呢 不同的征免项目 你怎么去把握 因此在这里 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当期增值税的销项税呢 是含税的国内运输收入 除一加11% 再乘11% 算出销项 而飞机的那个清洗消毒 属于航空的地面服务 就是用127.2万 除一加6% 再乘6% 国际运输服务是零税率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把两个肖项算出来了 简题目中给我们的进项 算出来 它当期应纳的增值税 34.2万元